哈囉歡迎大家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影子現在要來錄克魯賽的戰記 那昨天才剛改版 那改版之後呢 因為他延遲 所以我沒有辦法馬上錄影片給大家看 之後又發現 Blue Stacks模擬器不能用了 所以我必須下載現在這個是 夜神模擬器 是一個大陸公司做的吧 夜神安卓模擬器 今天介紹里昂吧 萊昂內爾 Leonard 萊昂內爾 他長實在太像里昂了 他的角色有被改動喔 之前他的角色被動跟現在不太一樣 我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以前呢是 血只要減超過一半的時候會施放惡魔之助 跑出來攻擊400%物理傷害嘛 現在改成是 當施放電球之中 然後在使用方塊的時候就會施放惡魔之助 所以你不需要壓血的現在 我覺得比之前好用很多因為壓血是在 所以以這一個遊戲來講不太不太適合壓血這個東西 然後呢他的專武出了感覺特效還不錯 雖然我沒有我一直抽抽不到 我抽了17把抽不到他的專武 他的專武是 施放被動的時候 呃命中率增加10% 然後召喚惡魔之助 的時候呢另外使用 3下 250%攻擊力的劍氣 而且是打3下所以就是變成750% 所以惡魔之助再加上750%總共就是1000 1150%的一個攻擊 還不錯還蠻痛的 以白卷腳來講說 來講的話我覺得他還蠻厲害的啊 有興趣的話可以練 那我一直抽不到他的專武 所以很抱歉沒有辦法給大家看他的專武 雅典娜也有改雅典娜 那本身的三消之前是三消的時候會有防護罩嘛 然後有防護罩之中 的時候你再次單消的話就會使出攻擊 那現在變成是三消有防護罩 然後再次施放三消就會造成350%的攻擊 我記得之前好像比350%低 之前是200%的魔法防禦等值的物理傷害 現在變成三消但是305% 350%吧網路上寫錯了 350% 然後有40%的機率會產生一個防禦所以就自己會造快 那如果有專武的話那個40%就會變成100% 所以就是每次三消他都會自己造一個快 防護罩追加 增加壓點那100%的魔法防禦所以防護罩更厚 三消的時候追加造成魔法的傷害1.5倍 就是傷害也更高盾更厚 然後會100%造自己一個板塊 我覺得變得有點跟貴箱有點像 就是一直三消產生防護罩 可是我覺得他的防護罩好像沒有貴箱那麼厚 他自己本身比貴箱坦就是 所以他跟貴箱有點重複啦 那如果你有他的專武可以試試看喔 我是覺得他的專武並沒有說非常的厲害 感覺還好 再來就是 曼巴他這次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出專武 所以曼巴就沒辦法介紹啦 我本來預計他會出6個專武 只有只出5個 再來就是史派尼的專武啦 爆破攻擊力傷害追加200% 施放3次爆破的時候向前方 發射強力閃彈造成800%物理傷害 然後閃彈發動後5秒間爆擊傷害量增加80% 每次擊中敵人 將恢復3SP 每次擊中敵人將恢復3SP我記得他是說普通攻擊才有 普通攻擊一下恢復3好像是這樣子 英文版是這樣寫啦這簡體版翻譯不太一樣 史派尼的本身被動也有改看一下 本來是當SP50以上現在改成40以上就會就會釋放被動 然後 然後 自身的物理穿透力本來是提升1.5倍現在改成2倍所以就改強一點 可是我覺得還好這隻角色就算有專武我覺得 也是一般般啦 還好 那 班傑銘我覺得是另外一個強角在 以白隽角裡面來說 有三隻覺得還不錯的 班傑銘 黑騎士跟阿雅 這三隻以白隽來講 白隽來講還算不錯 探索區域的敵人減少20%的魔法防禦力跟命中率 減敵方命中率所以就是打我們變得更不容易中我覺得跟 正成功搭配還不錯耶 正成功加自己的閃避然後海神劍會減敵人的命中然後加上班傑銘的話又會減人家的命中 我覺得班傑銘跟正成功打好像不錯用 然後探索區域還會變大然後傷害增加 班傑銘的專武似乎也OK喔 再來就是阿雅啦阿雅的是受到星光之祝福的隊友追加 增加自身攻擊力的10% 應該就是受到星光祝福就是阿雅消板之後全隊增加他本身的 10%攻擊力 然後他的被動會打人嘛打10次之後召喚雙子做 5秒間內 傷害再額外增加15% 所以就變成 他本來屬性加的 加全隊防禦力嘛然後另外再增加 25%的攻擊力喔全部加起來的話10%加15% 再加25%的傷 的攻擊力 我進去那場給大家看一下專武好了 但是黑騎士的跟阿雅的沒有辦法看 因為黑騎士跟阿雅是需要別人攻擊你他才會觸發專武被動 所以我先給大家看雅典娜囉 雅典娜跟班傑銘也可以 阿雅的是需要別人攻擊才會反擊 所以那個可能看不太到 我試試看啊 就帶進去囉 給雅典娜 然後還要再次三消 就是這樣 這就是他的專武特效 再來班傑銘的閃電 好像蠻厲害的 我們來消一下班傑銘的板塊吧 還蠻痛的耶 你看單消而已喔 單消他就一直每秒鐘持續傷害還蠻久的 我覺得班傑銘真的還蠻厲害的 而且自己又會一直增加SP 所以班傑銘的板塊通常都蠻多的 好啦那接下來就是討論一下新系統啦 領主 我現在兩隻都升到三級了 這隻紅蓮 就東部王國的這個領主呢 他是物理系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這裡是物理傷害 如果你升到二級的時候就會開啟被動技能 那精髓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開 精髓聽說是要 你的領主等級7的時候才會開 所以應該還好很久 不過這個精髓還蠻厲害的 看他這邊寫說使用他的技能的時候啊 所有的隊友 所有的隊員釋放三消 就直接免費讓你全隊釋放三消 然後除了隊長以外的每個勇士 自己產生一個方塊 又會三消又會產生方塊 所以還蠻厲害的 圖劍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畫得還不錯 那要怎麼讓他升級呢 這邊有一個知環勇士 每一隻角色都有他自己的支援國家 像現在有開了東部王國 柳國 所以就是相知屬於這個王國的 然後你就是 就是在 這個王國裡面呢 你資源勇士就只能選擇這個國家的勇士 像這邊可以選擇相知 忍者 蘇塞納 虛佐啦 然後還有這些限定角色 所有的限定角色都是每一個國家都可以 都可以遣送 都可以支援的 他的支援有點像遣送一樣 就是你送走了之後呢 會增加國王的經驗值 他就會升級 那你送了 送走的角色就不會再回來了 所以這一點要注意一下 我覺得 呃 反正你就是至少要留一隻啦 那如果你有多的 你自己想送走也OK 這些限定角色呢 送走的經驗 6星的只有300喔 然後這個國家的特殊角色 特殊的金券角色 送走的話 6星有500 所以比這些限定角色高一點 但是這個國家的白卷角色呢 像你看我的相知跟忍者 6星只有130 所以白卷角色送走的經驗值非常小 然後如果是金券角色的話 4星就有400 耶 6星有500 5星應該是450吧 就會差差好幾倍 這樣子是差4倍的嘛 3 4倍 所以如果是這個國家的金券角就會 就會經驗比較多 但是如果是白卷的話 你想從三星升四驚來為你的國王的話就 就會比較慢啦 如果你不抽 金券角的話 那 另外一個 魔女也有魔女的特定角色 可以遣送 每一個角色都有他們固定的國家 有些這邊寫 未確認勢力就是那個 還沒有開的王國啦 那那些 領主要怎麼用呢 推一下圖給大家看 大家就知道了 這邊進入選擇角色的時候 下面會有一個領主系統 你就可以選擇 如果你是帶法式 法術系的呢 我建議你就是選擇那個魔法師 因為他會增加全隊的魔法傷害 那如果你是玩物理攻擊系的呢 你就選擇紅蓮 因為他會增加物理傷害 所以這有分的喔 那我現在是玩瑞秋嘛 我就帶 我就帶魔女啦 他領主系統呢 每一個領主 進入一關的時候 他有限制使用次數 然後有冷卻時間 像右下角這邊有一個圖 超多微笑 這邊有一個寫touch嘛 我點他了之後呢 就會使用領主攻擊 因為我現在領主等級只有3 呃 所以我只能使用兩次 如果在等級不知道是4還是5的時候就可以使用3次 他那個次數會增加 然後冷卻時間也會增加 領主攻擊會越來越高 然後使用次數也越來越多 領主在推圖 要塞 世界王都可以使用 唯獨在PVC跟大亂鬥 大亂鬥應該不行啦 大亂鬥還沒試過 不過我覺得應該也是不行 PVC是確定不行 不能使用領主 他就會 他會出來召喚他的 魔女是召喚一隻老鼠 然後用尾巴戳山一下 那另外一隻火焰的那一隻 他是出來 然後用他的刀砍 砍整螢幕砍 砍一下 不過紅蓮那一隻的攻擊力比較高 紅蓮的是600%傷害 然後貓的是 這隻魔女的是145打3次 所以紅蓮目前攻擊力是比較高啦 雖然是物理攻擊 他這個能力值 選擇隊伍是沒什麼 沒什麼用的 他只是跟你講一下 就是你假如選擇了某些角色之後呢 零組的攻擊力會變成多少 暴擊機率呀 暴擊傷害會變成多少 這邊都有寫 因為他是依照你的 全隊的能力值的20% 我現在是三級 所以是27% 我記得一級的時候好像只有 只有20%吧 所以他這個%是會提高的 然後就是看你選擇誰 哪一隻角色呢 你的零組 施放的攻擊就會越強 那大概就是這樣囉 零組系統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再來新的東西就是 靈魂要塞 靈魂要塞的B10打開了 那我現在是用這一隊 就是之前打B9很穩的隊伍 現在是 九尾 火福加 加那個鬼法 這三隻在帶時間女神呢 是打第10關還蠻穩的隊伍啦 但是我現在先不用那一隊打 因為我想要試一下 我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第10關你只要破關過一次之後呢 第二次再使用阿雅 阿雅跟阿肯 然後配上黑騎士 用這一隊呢 帶時間女神進去打的時候會觸發隱藏劇情 不過你是前提條件是需要 你B10先破關一次 就是第10層要先自己用其他角色 破完關之後呢 再用這一隊去打 用這一隊打 但是一定要6星喔 你不能用5星 4星的角色進去 不會觸發劇情 一定要6星 然後進去之後就會有隱藏劇情 他會自動把你 就算你角色很爛 沒有專武 他會自動變成所有角色有待專武 然後 所有角色提升到60級訓練值滿果實吃滿的狀態 所以變成必勝啦 是一定贏的狀態 那 我現在試一下 第二次進來會不會 阿沒有 第二次進來就沒有了 沒有劇情 然後也不會有必勝的 不會幫你提升角色 那我這一盤應該會輸 本來是有給他加加之後呢 整隊變成超坦的 然後打都打不死我 整個 整個隊伍超強 這樣就打不贏了 這樣算了 所以只有一次啦 那個只有一次 欸我好像沒選0組欸 有點浪費 不無所謂啦 應該無所謂 打靈魂藥賽可以選0組的啦 我忘記選了 他這攻擊段數超多的 你看了會非常的緊張 然後在BOSS把你推後退的時候呢 你只要開一下女神 你的所有角色就會往前飛 如果你不開女神的話 他就會撞過來 然後把你所有角色暈眩 然後他撞過來那一下攻擊力還蠻痛的 當然我是沒有特定抓他時間啦 反正我就是一直按女神 一直 一直開就對了 我沒有特定抓 因為這隊還蠻穩的 不需要特別抓他時間 你玩其他隊伍的話可能需要抓 那他死掉的時候還不會直接死掉喔 他就一直停在那邊 然後等一下要爆氣 他就爆氣爆很久 爆氣的時候你的角色也是會一直撿血 一直撿血 所以你就是不能停止消板 就是要一直補血 然後一直開女神 反正直到他死掉為止啦 這隊打勢還蠻穩的 我覺得目前最穩的隊伍了 好啦 打完要賽了 還有一個新的東西跟大家講一下是 現在可以用你的榮譽去買支援勇士 支援勇士是什麼呢 支援我也不知道 支援勇士就是送給這些領主吃的 每一個領主都可以吃的 一個禮拜只能買一次喔 購買的是四星吧 好像是直接戳到四星的支援勇士 支援勇士有 三星 四星跟五星 這邊有圖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支援勇士 就三星 四星跟五星 我還沒拿過五星的 就我不知道五星的 給的經驗值是多少 四星的才給100多 超少 支援勇士不能派上場 只能給領主吃掉 就等於是一個經驗值而已啦 所以是必定要被吃掉 不過一個禮拜只能買一次 我覺得有點過分 超爛 一個禮拜只能買一次 其他還有什麼新的呢 尼文有被改了 尼文變得 我覺得有被改弱啦 之前是撿 撿敵人的血上限的1% 還是 還是1.5% 現在變成 以尼文自己本身的傷害來撿血 所以 打Boss就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Boss的血通常都是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的很多 所以當尼文直接一次撿他1%的時候 就會變成撿1萬多起跳 那現在變成 看尼文本身的攻擊力來造成傷害的話 就變成 傷害會低很多啦 我覺得尼文現在可以實實在在當一個倉管 每次任務送你一個三星的那個支援勇士 然後送回去給大家看 支援勇士三星的才25啦 超爛的 就這樣啦 然後就增加經驗值 等級1跟等級2是1000經驗值 等級3開始是2000 所以之後可能會越來越高 越來越難升級 主要就是升到這種 這字念是碎還是念水 可能是金水吧 金水出現之後呢 應該就不用急著升級 可是金水好 聽說是要7級 應該要很久 要7級才能 才能升上 才能拿到金水 所以 離那個還有一段距離啦 我角色 之前重複的很多 可是都把他遣送回去了 現在變成 好浪費喔 之前遣送回去的好多阿嬤 阿嬤可以回來嗎 阿嬤 阿嬤一去不復返 現在阿嬤剩3隻 然後我送走了1隻 給領主吃 之前送走了5、6隻吧 好可惜喔 不然就超多經驗值 現在的武器改造呢 可以用寶石 可是 大成功機率100% 可是要12顆鑽石 超虧的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這個好不好啦 用卡片的話只要60 我覺得還不錯 那再來我沒有抽到什麼新專武啦 我抽了17把劍 可是就是沒有里昂的劍 現在再來抽兩把好了 希望今天能抽到 不是里昂啦 我也講錯了 算了 我就叫他黑騎士好了 一直講出來的名字 他長得太像里昂了 勝利之劍 真得了 很多人都抽到 我都抽不到 超煩 拜託讓我抽到吧 拜託 黑騎士的 黑騎士的 因為他專武特效其實還蠻帥 我真的蠻想要的 Fuck you啊 這是誰啊 喔 那個 品客的 我要不要用卡片啦 每次專武抽不到 我都覺得有點煩 還是要慢慢等 用1000 喔 用100點還蠻 還蠻虧的耶 其實 100點可以洗大成功 快要兩次 呵呵 頭好痛喔 算了 我慢慢抽好了啦 不擠囉 以後如果抽到再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來看一下要塞 B9可不可以用 喔 B9可以 所以只有第10層不能用 第9層以前的都可以使用領主 我們來打一下B9吧 應該要帶森林女神才可以吸血 不過 說不一定會輸啦 看一下 谢谢 品克他本身一隻的時候就可以單挑了 現在還多了領主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對啊 品克單隻就可以單挑了 但是之前單隻單挑是帶森林女神啦 因為要有吸血 剛剛那個就是紅蓮領主啦 給大家看一下囉 B9之前都可以使用 B10不能用 好啦那就 今天的視頻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啦 大家下次再見囉 掰掰